多个华人团体今天继续在法拉盛的街头为四川地震赈灾募捐 虽然街头仍有不少的法轮功出现 但这并没有影响募款的顺利进行 纽约华人社团联系会 四川同乡会 辽宁同乡会 安徽同乡会等多个侨团 今天继续在法拉盛街头为赈灾募款 得到了路人的踊跃捐助 一位有孕再生的华人母亲不愿留下自己的姓名 却一下就捐出了1800元 还有一位巴基斯坦人在驱车经过时 还特意停下来捐款 前来帮忙赈灾的还包括许多华裔学生 他们自发的报纸要捐款箱 在法拉盛图书馆门前募款 希望美国主流社会关心这个事情 关注这个事情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就自己的受灾的同胞是应尽的责任 虽然是我们连续的几天 大家顶得烈日也好 他们都非常感动的是我们中国人这种爱心 据统计 从昨天早上十点多到晚上六七点 华人社团联系会等侨团 共在街头募款一万多元 就在华人街头募款赈灾的同时 法轮功又出现在法拉盛 四处还可以看到有人发放传单和报纸 这些人不断遭到过路华人民众的抗议 由于是周末夏日 抗议法轮功的民众很多 负责维持治安的109分局派出大批警员维持秩序 美国中文电视张晨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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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f